主持交給哲偉 大家好 我是哲偉 也是舊中團的志工 我來主持這一場 所謂臨時小學校成果發表會的一個過程 其實臨時小學校 其實我可以很快回顧一下 大概從今年2月份開始 各位在手提袋裡面有一本 剛才Isabel提到的這個成果手冊 它在封面上它寫了一句標語 叫做從零開始思考教育 那從零開始思考 從舊松團的角度 其實我們比較能去發揮的 其實創造一個連結跟協作的場域 所以從2月份 4月份 6月份到8月份 到現在的12月份 其實它是一個很連續的一個過程 我們邀請了包含學生 教育工作者 還有一些技術的工程師 加入到臨時小學校的協作場域 那過程中不只是協作 也包含了我們邀請了蠻多 像住都還有師大的陳老師 來分享像勢制量的議題 也包含願景工程的記者朋友 他分享在採訪的第一線跟國外的經驗 提醒我們要怎麼樣把教育科技專案 融入到社會的運作裡面 那還有是如果今天這個專案 它開始有一個像是新創的需求 怎麼樣去定位在它的市場的工序上 是一個更好的教育科技專案的一個定位 其實我們邀請到了民意基金會的Penny 還有Cover Japan的Mami-san 來分享他們自己本身從教育新創的經驗上 提供一些想法 所以以上呢 我們大概從2月份到8月份 這樣的一個助跑的過程 特別在8月份在舉辦了一個競賽日 那我們再邀請了社群的評審 從10組裡面選出了5加1 總共6組的獲獎團隊 那獲獎團隊今天在12月份的 這個Summit的第一天 也邀請到現場來進行 每一個專案的一個分享 那接著我們大概 我說明一下6組的簡報規則 大致上每一個專案的朋友 他請就是保留8分鐘的分享時間 那如果各位需要提問的話 再提醒一下用Slido來提問 那如果您待會聽到 其實我想要針對第二個專案 或者我想要針對幸福存在的專案 那你在你的發問裡面 請特別註明一下 比如說我想要詢問哪一位講者 那這樣我們到時候在流程上 會比較好管控 OK 那是不是我們就先 因為第一個講者已經在準備了 那我們就也請下一位 專位高中生設計的 管家型聊天機器人先準備一下 那我們先邀請適制題顧的 T-Munk來分享這一個專案 這樣可以好 好所以也是一樣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到Slido的這個 進Slido 然後輸入這個code H-I-S-C-H-0-0-1 然後就可以 如果你任何有問題的話 可以放在上面 我們最後的話 也請大家跟大家回答這樣 然後大家好 我是T-Munk 然後T是for Typing 就是達字的意思 然後Munk就是和尚的意思 所以是一個達字的和尚 那我的專案呢 當時是做四字題庫 Literacy Practice Database 那Batabase是一個很重要的詞 在這個專案當中 會跟大家解釋一下 為什麼會用Batabase在講它這樣 那專案的緣起的話 會是在林思小玉 在我第三次的工作坊的時候 就分享說 就是說我們現在學生有一種狀況 他沒辦法在成績上有一個好的表現 或者是說他學習的速度 會有一個落差的很大的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他其實是看不懂這個題目的 就是看不懂字 或是看不懂那個字所代表意涵 然後去大家的題目這樣 所以對我來說 我是一個數學系畢業的學生 我覺得還滿有趣的 就是說其實搞不好 就會發現說其實搞不好 不會數學不是因為你的數理能力不好 而是因為你看不懂這個題目 所以你的四字能力 就是變成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也可以在更廣大來講 文字其實是作為跟外界接觸的 一個很重要的橋樑 所以因為這樣子我就決定做這個專案 那所以我們來想一下說 試字量 我們過去在做試字量 然後檢測 或者是說我們在提升自己的試字量 的時候 我們會做很多的練習的題目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就從這些很多的題目 來探索一下說 那除了常見的題型的話 是不是還有各多種可能 除了試字量的話 就是最基本的試字量 還有什麼其他的用途這樣 那第一個的話 當然就是說他可以考驗你的反應速度 就是說這個的話 畫面上這個是一款遊戲 原本是一個射擊遊戲 然後他現在改成就是你要用打鍵盤的方式 去射擊這個僵屍這樣 所以你要很快的打出 比如beach 然後跟skip這樣 然後那個僵屍才會被你擊倒這樣子 所以他就是反應你的打字能力這樣子 所以這是一種方式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那這樣子 那這些試字的題目是不是 一定都是只給小學齡的學生去實測 那不一定 那其實你也可以是像大人的腦部鍛鍊一樣 就是可以設計一些很特別的題目 然後其實你是成年人可以防貸防老 可以去寫這些題目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說那題目有沒有一定要有正確答案 有時候也可能不一定要這樣 那像過去GNV有一個蒙點的專案 那蒙點然後有一個啄木鳥的專案這樣 它是出來做挑錯字的活動 因為可能教育部會出很多書 那書裡面難免會有錯字 然後請大家來挑 那題目的話就是 所以那個到底對不對的話 就是由大家來一起去寫作 一起來確認說到底對不對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也是訓練你一個試字能力的一個方式這樣子 然後你也可以 然後再來是說那你除了做題目之外 是不是這個做題目的當下 也可以順便做一些其他事情 就是可以順便做字緣辨識 那這個是我們可能常常都已經有 玩過的一件事情 就是它要測你是不是機器人這樣 所以它就是順便幫你 下面一個歪歪去去的字 然後請你去做字緣辨識 然後它其實是有幾個字 其實它本身自己也不知道答案 然後是實際上希望大家來做辨識的這樣子 然後所以就是在更廣大的想說 那試字量的題目你在做的時候 其實也可以是互相互惠的這樣 就是說 你可以在這邊學到一些東西 那你從你學到的東西 順便幫我回饋一下說 我一些不知道的東西答案這樣子 那所以當時的產品路線圖的話 就是照著這樣子去做 就是說我去找很多個提醒 然後我去 去收集很多個教育部 各級機關教育部教育局他們的題庫 然後去想說 那我可不可以用電腦的方式來一次 就是產生很大量的題目出來這樣子 然後再去 所以這些相關資源也很重要 所以在畫面上的左邊 就有看到一個loop 然後他們就是會 一直去豐富這個題庫的提醒這樣子 那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其實電腦它本身並不會 很直接去知道說 這個題目到底有沒有見別度這樣子 就是有些題目真的出得很爛 電腦出來一趴出一大堆 可能題目有些很爛 那這個時候就需要我們 需要廣大的群眾一起來協助說 去做看看 然後去幫我 幫我對題目按讚或按個爛 去確認一下說 到底這個題目是不是OK的這樣子 所以當時就有一個 左邊的這個loop 跟一個右邊這兩個loop這樣子 然後所以 最終我在想說 那我要做這樣子的專案 那我到底它呈現出來的東西會是什麼 它就是一個 它不是一個字 不只是題庫 而只是一個題目的市集 Market 你可以去那邊挑 你覺得有興趣的題目這樣子 好 那 所以然後再來就是說 後面還有一些延伸應用可以再講到 那 所以題庫市集的話 你就其實可以稍微再想像一下說 到底什麼是題庫市集 就是說 其實就是以字音 字型 它的圖像 還有你的反應時間 然後你在生活上面用的應用 然後去做一些組合變化的訓練 這樣的題目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一個幾個題目 像這樣子的話就是說 我可不可以去看公車的告示牌 就知道說我到底要去的地方是哪裡 然後我是不是在正確的 順向車 順向的路線還是逆向的路線才對這樣子 然後還有就是說 這個話是我目前覺得 一直覺得最有趣的題目 就是 如果我現在把題目的 如果出一個題目就是出了一個很長的一段字 好比說 來看一下 油炸發酵豆腐灼 醃製生菜 然後我請你選 你們其實真正在實際生活上 聽到的那道菜是什麼 這樣子 答案是臭豆腐 這樣子 OK 所以就是 有這樣子 就是你可能名字 菜單很長 我記得很小的時候 學英文的時候 英文老師跟我講說 如果你要很 很會英文的話 你就要去學習什麼 看菜單去點菜這樣子 因為我記得好像 外國的餐廳的 menu也是就是很長一串 然後你可能不太確定 是不是你要的這樣 所以這樣子的訓練有點類似 這樣的過程 就是說 字型跟字型之間的 因為它其實是把字 換句話說成另外一種說法這樣子 然後我們可不可以把它轉換成回來這樣 這樣也是一種題目這樣子 所以如果講到說 可以運用資源的話 當然猛典然後各級政府的自學教育 之間很重要 然後還有一個是講到 Zero Archive 特別講一下Zero Archive Zero Archive是指 Zero Archive是GNV的一個 另外一個專案 它專門在蒐集各個新聞媒體的文字敘述這樣 那在做題庫的時候通常會有一種想法 就是說這題目會不會過時 這題目出了會不會過時 這樣子 那如果過時的話可能就會 評分比較低 就說 就說 那就不要出這個題目給你好了這樣 所以我們就很需要說 那現在報章雜誌最常用的字句是哪些 所以它剛好收集的這些東西 剛好符合我的需求 那我就知道說 有哪一些字的權重比較重要 適合出給現在人的 現代的人來使用這樣子 OK 所以 所以 所以再延伸下去應用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 去辨別我們過去的古籍 那些躺在 躺在博物館裡面的一些書籍 還沒有被辨識的 那我們是不是也可以透過類似的方式呢 就是去 這樣子 把它變成一種題目 然後大家一起來 大家一起來 回答到底你覺得正確的答案是什麼 然後一起來 找出正確的答案是什麼 這是一個更後面延伸的應用 這樣子 OK 所以 這個以上就是我的這個題庫的計畫 那所以 題庫的話 為什麼會叫database 只是因為他沒有想要做成一個服務給大家 他的服務是給 想要把這些題目拿來做運用 再去服務 所以我的服務更後面一點 這樣子 就是說如果 你是一個老師你想要用 那就是來 這邊可以試看看 好 那就先這樣 謝謝大家 好 我們掌聲謝謝teamark的 試字題庫的分享 那麼下一位講者是 幻傑 邀請他來幫我們分享 就是他針對 高中生的聊天型管家 那你是要用這邊 點 你的簡報有放嗎 你的簡報有放進來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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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跟各位介紹 我們團隊的作品 專為高中生設計的管家型聊天機器人 Shaba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我是幻姐 我是一個即將邁路19歲的孩子 我現在就讀台北市第三高中 今天段考 我下學期會申請 個人型態非學校型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簡稱自學 我最喜歡的事情就是寫專案 關注耳哨跟教育的議題 討論一些沒有結果的問題 比如說 為什麼我們要 比較人生哲學的問題 我寫專案可以瘋狂的到就是 我會花三個小時去找一個Bug完全不聽 就是 三個小時前 我訂了付片打 三個小時 放在那邊冷掉了 對 然後 今天幫忙看了蠻多備程資料的 因為我今天沒有要升大學 那就是深深覺得自己 還要再修練個幾年再去念大學 對 那 什麼是 Check out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那這個就是 中文就是 專外高中生設計的 管家型聊天機器人 目的我們希望減輕 高中生在 學生還有生活的負擔 那 最一開始這個專案原因是因為 我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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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常會看到就是 同學忘了帶 作業或準備考試的東西回家 那 我們這邊有個功能叫做 放學通知 可是第二版還在做這樣子 那 就是在放學前 大家一定都會看一次手機 那 大家會讀到這則Message 這則Message包括就是 未來幾天的作業 跟考試 還有公告 那我們這邊有一個 我這邊有個非常重要的 任務就是 我想要幫學校做數位轉型 在教育科技裡面 我們已經有了 線上教材 有了很多 就是 有很多很多的 系統可以用 可是今天在校園裡面 我們還是在走 職本作業 在職本交假卡 在職本申請選證 那 我希望這些東西 都可以整合到一套 系統裡面 那 這邊先簡單講一下 我們的歷史 那就是 今年十月我們剛剛 蠻一年 那 就是 去年的 十二月 就是 去年的現在 我們第一班的程式上限 那 第一班的程式其實 為什麼會做這個程式是因為 我在開天堂會的時候 忘了帶東西回家 然後 當初只是想說 因為 全班的作業跟考試都一樣嘛 那我就 剛剛就寫給全班用 然後 我沒有想要有一天 我居然 我居然 在準備寫給 全台灣用 好 三月的關係 因為 因為疫情嘛 那疫情就是大家 進校出校 都要 都要寫 提文登記表 可是 是大家進來的時候 用手傳 那 我覺得用手傳就會有 結束轉眼的風險 所以我就 把這個功能加進去 那也是因為 這個功能加進去之後 我才開始有 把整個程式 deploy到 整個效應的想法 那這個時候 國網中心這邊 有一個叫 科技抗議專案 解決了我們 嗯 Vertual Machine 跟Diabase 就是一些 金錢商量開銷的問題 那 我們 這個專案到12月就結束了 就是我們會 嗯 繼續跟國網加談合作 就是 持續 持續合作的 部分 那 咦 這個要 沒有挑太快了 那就是我們在今年6月的時候 開始了第二版的開發 主要是因為第一版的開發是 我可以說就是 就是很flow type 就是 呃 那第二版的開發就是有 非常簡單的使用者介面 然後 呃 我們準備在 呃 年中跟年底 不 在今年 欸 今年快結束了 就是 我們就是在過幾個禮拜之後 我們就會把成是open source 在Github上面 那 2021年第三版的行目標 就是我們要加入 文本分析跟 自然語言處理 應該 NNUP跟NNUP不是 對應的東西 那最後就是 我最後會講 所謂的專案傳承計畫 那 第一版跟第二版的差別就是 第一個我們有使用者介面的選單設計 更快的回應速度 因為 就是我們現在就是東西都放在台灣 原本是 城市在美國資料庫在台灣 然後就超級慢這樣子 那還在做的是 班級內的全線派發 班級內的全線派發 因為原本的全線派發 是由開發者這邊決定 所以 每一件事情 只要老師說 喔 我今天想要換誰換誰 全部都要透過我們 可是接下來我們要再部署到全台灣的時候 我們不可能有一個客服的機構去做這種事情 所以 我們就做一個班級內的全線派發的功能 適合大量部署的城市架構 在以往 我們都是以一個channel對一個城市 然後 開一個 就是 比如說像App Engine 我們開一個新的東西 那我們把整個架構整個改掉之後 就是 多對一 就是 就是 我不管幾個channel進來 我都是對同樣的一個城市 那 這樣的 部署速度 從 我手速最快30分鐘 我現在只要20秒就可以上一台上去 資料庫重構 我們原本就是 呃 因為對資料庫知識的不了解 所以我們在 我們之前的資料庫 是以一個班為一個單位 所以 現在我們只有 四個 一個資料庫 跟四個 table 最後就是 我們要讓 我們要讓開發者舒服 因為我自己就是開發者 所以我們把 我們就是用了非常棒的coding style 就是 之後就會知道了 那這是我們的系統圖 主要的差別是 在於就是我們把 呃 程式跟database 分開 然後我們只允許 程式去存取database 那這樣做 除了安 就是為了是安全 因為我們儲存的是 未成年孩子的資料 這樣子 那 假設應該有點無聊 就是 大家可以掃那個demobot 可以 玩玩看 就是 今天第一次 我是不是只剩一分鐘 然後我十分鐘把它點完好了 大家掃完了嗎 掃完了繼續 那就是 那就是你下面會看到三個按鈕 就是 按作業考試跟公告 那 按下去之後就會 你就可以 我們這邊以新增為例子 就是 新增 按著新增作業之後 你就可以把你作業搭進去 搭進去之後 它會要你選時間 選完時間之後 它會 重複問你 要不要把它加進去 最後 把它加進去 就很簡單 不需要任何 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 不太需要什麼學習 對 那個真的很複雜 還沒有完成的功能就是 舊版的 退播通知 然後全線指定 那 在更未來的未來 我們希望我們的城市 往上到 學校端 往下到個人端 個人端 可能就是 你可以直接從我們系統 看到你的成績 你的書籤等等 那 傳承計畫 為什麼要傳承計畫 好 就跟 就跟你 我覺得就是我接下來 18歲之後 就 我可能沒有辦法跟高中生 有一模一樣的想法 就是跟現在的高中生 有一模一樣的想法 所以 而且高中生的城市 就是應該屬於高中生 所以我們接下來會開 一系列的課程 然後我們會帶著高中生去 把這個機會 把這個專案持續的帶下去 那最後這是我們的QR Code 謝謝大家 謝謝 換節 那下一個提案是 成果報告是 Coltage 我們要請那個 卡厚跟孟婷來準備 那下一個講者是 Irving 請你準備一下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孟婷 然後在我旁邊的是家豪跟鄭榮 那我們這個專案叫做 Coltage 教學資源共享平台 那Coltage它是一個 誕生於年初的時候的 臨時小學校的開學日 那是一個發展時間 還沒有滿一年的專案 那Coltage最初的想法是 希望可以建立一個提供 讓體制內外的老師分享教案的平台 讓其他對於這個教案有興趣的老師 也可以就是參考 或是在使用後更新自己的教學經驗 然後甚至是促成討論這樣子 所以一開始的這個想法 它用到工程師採用的工具 就是教案版的Github加Stack Overflow 但網路上現有有一些教案共享平台 就是現在已經有一些就類似的平台 但它就是有些限制 比如說授權方式不清楚 對於想要修改這份公開教案的老師 就沒有辦法去妥善利用 那常見的商用軟體 而不是開源的檔案格式 也造成使用上的限制 那另外就是檔案格式它沒有統一 也會造成就是編輯的時候 需要先下載再上傳 沒有辦法線上寫作的這個問題 所以coteach想要做什麼 coteach想要建立一個給體制內外的 教育工作者可以使用的平台 那它可以整合現有的線上公開教學資源 也可以跨越地區跟科目 對於老師的限制 那透過線上的社群 讓老師們在平台上協作 共同備課 把備課前還有上課後的教學經驗 都保留在平台上 那尤其是在12年國教新課綱 就是去年8月開始的這個學年 就是12年國教新課綱的開始 在這樣子的推動下 有了一個叫做校定課程 也就是除了養成基本學歷的布定課程 就是我們以前所熟悉的 像社會課、自然科、國文科 這些課程以外 增加了跨領域還有統整性的課程設計需求 那過去網路上 比較少有這類型的課程資源 所以Caltic希望可以補足這樣的需求 所以接下來會跟大家簡介一下 我們各階段做了什麼事 那一開始我們希望建立的是 就是協作的環境 那在建立協作環境之前 我們先建立了一個教案的搜尋引擎 收集網路上現有的公開教案資源 那因為我們認為說 已經存在資源的平台 比較可以吸引到使用者來使用 而協作平台初步的設計 一開始是讓使用者 就是自行脫移而不是固定的格式 來提升教案格式的彈性 那進一步的設計還有協作模式 我們希望可以經過使用者訪談 然後釐清教師的需求 確認怎麼設計可以降低老師的使用門檻 來產生對產品公用的想像 在思考怎麼設計操作流程 所以後來我們把協作環境的順位先往後移 那做了這個教案資源共享平台 那CodeTeach目前的教案來源有 就是軍醫教育平台的shareclass 還有台灣教育藝術網媒體術網 教育資源網等等的網路資源 大家可以掃描一下這個QR code 或是直接輸入就是這個短短的網址 CodeTeach.app 這是我們目前的就是教案搜尋引擎的部分 那透過CodeTeach的整合 可以搜尋到我們有存在資料庫裡 就是我們從網路上找來的現有的公開教案 然後會連結回該教案在網路上發布的原始出處 那前面有提到教案 所以我就簡介一下教案是什麼 剛剛因為有提到說 我們後來始作的教案搜尋引擎 那教案它就是教學者就是老師 他用來詳細記錄課程資料的一個文件 會包含像是課程目標啊 或是教學對象 然後怎麼去評量說學生在上了這堂課之後 有沒有達到老師的預期目標 就是評量的方式 還有說課程活動內容是怎麼去帶領 他的那些知識層面的部分 然後他的詳細規劃都會寫在教案裡面 如果是以師資培育訓練的標準 它的詳細程度大概是要讓另外一個老師 在拿到這個老師的教案之後 就可以知道課程是怎麼走 然後就可以馬上開始上課 但實務上其實很少會這麼做 就是很少會寫到那麼詳細 所以前面有提到想要了解使用者的需求 我們就是訪談了教育現場的老師 那我們是針對這位老師 他是台北市體制內一個高中的 公民科兼資訊科老師 接下來我們會分享一些訪談後 影響我們決定修正方向的部分 就是這幾點 那第一點是教案的需求 教案需求實務上 剛剛有提到說 並不會 老師並不會每一堂課都寫 那麼詳細的教案 比較常會寫教案的時期是 像是有教學評量 學校內的教學評量 或是相關的競賽 還是說有創新課程的時候 那創新課程就是 比如說在十二年國教推動下來的 校定課程 就是像是那種跨領域啊 統整性的課程 比如說 針對學校本身的特色 或是學校周遭的特色 的這種 新興型態的課程 那常規的課程 因為老師都很熟悉了 然後也不會有太大的知識層面的變換 所以就不太會寫教案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老師說 他們在課後的討論 會立即修正教案 所以我們 一開始有提到說 我們類似Stack Overflow 那個討論區的那個部分 也是有需要的 那接下來是 老師 他的教學資源 跟活動素材來源 大概都是 從這幾個 這幾個來源 首先書商資源 跟政府相關資源 它是 算是固定的來源 但是對學生來講 因為 老師說 他有些內容可能會太過正向 或是政治正確 所以對學生來說可能會相對無聊 但是它的好處是使用起來 是安全的 比較不容易出錯 那老師自己 從網路上的社群資源找來的素材 就要自己全部看過 確定沒有 不適合的部分 不適合的言詞 或是畫面 這樣 那老師平常自己也會 找適合自己 教學風格的素材 然後存到自己的素材庫 那方便之後 要教相關章節的時候 就可以去找來用 比如說老師就有提到 臉書有一個粉專叫做 廣告裁判 就是老師很常拿來參考的 但是 這個就是會有授權相關的問題 那 通常新手老師對於相關資源 還不熟悉的時候 就會需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來蒐集這些素材 所以Coteach希望可以加速這個 跨過最大近摩擦力的過程 那 教案的格式和內容就是 剛剛有提到說 老師他們一般來說 不會寫到 那麼詳細的教案 那在分享的時候 其實也不需要到 那麼詳細的內容 大部分都是偏向檢案或是中案 也就是 老師是怎麼 帶領課程活動 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 想要修正的方向就是 他 他 從一開始的教案資源共享 變成 教學資源共享 那 教學資源共享的話就是 可能只是 針對一些素材 或是他 帶領活動的這些方式 好 那 呃 因為 時間 時間到了我們就 好 那時間到了我們就 很快 就是這邊有一個 跳坑表 就是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有後續的 有興趣找我們討論的話 就是歡迎聯繫我們 然後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Coteach的 教案平台分享 那我們 接下來邀請Ervin 那島島大學請準備 那我剛才開了 slido 也有朋友開始提問說 有針對那個 聊天行管家機器人 有一個提問說 那個全國部署的計畫的 期程或者 你的目標 有沒有什麼 時間年等等 好 幫我履露一下這個 ok 好 1 2 3 好 謝謝你幫忙 reload 因為我剛才改了很多東西 好 大家好 我是Ervin 那我是Mozilla社群的志工 那這邊要簡報 就是我們這個專案 繁體中文CC0巨庫 與Mozilla Convox語音庫的 目前進度 那繁體中文CC0巨庫 它的 它包含了兩個工具 一個是巨庫 一個是它的統計 跟清理的script的工具 那其實是兩個report 那我們的目標 是要蒐集整理 完全沒有版權限制的繁體中文句子 那 它是CC0授權 就是public domain授權 然後沒有任何的限定 沒有任何限定用途的語料庫 那作為就是正體中文的 專案的基礎建設 那我們所訂定的屬性 我們所就是 所想要蒐集的屬性是 台灣當代的口語 就是大家平常講話的這種 口語的句子 結構簡單 所以比較容易 就是結構 像我們講話的時候 通通常一句話 它其實是兩三個句子的複合句 那我們想要把它 就是拆解乾淨 變成一個結構簡單的一個句子 那沒有任何的版權使用限制 所以你拿去了之後 你可以做任何用途 不限定教育使用 不限定教育使用 不限定商業使用 那易於存取 就是它就是直接 就是一個TXT檔案 在Github 那長相大概是像這個樣子一樣 就是會有非常多行 然後一行就是一個句子 那到目前為止 這是目前的主要貢獻者 那就是我個人跟Flying狸貓 那Flying狸貓幫忙建立一個非常重要的機制 在後面我會再介紹 那貢獻者當然除了我們兩個是開發者以外 那還有就是非常多的提供語料跟句子的貢獻者 那就大部分就會就是列在report裡面這樣子 好那目前的資料現況到就是昨天為止的最新的資料現況 目前有11900句 那112000個字 那這122000個字是總字數 那不重複用字是3100個字 那涵蓋範圍 對在上次我們DemoDay的時候的涵蓋範圍是72.4%的99.75%常用字 那到截至昨天是78.2% 就是我們增加了6%的常用字 那發音的涵蓋範圍的話呢 就是以所有的中文語音1567個音來說 我們目前這個資料庫有1012個音 那就是從DemoDay到現在大概增加了0.9% 然後大家可以發現就是發音這個部分是非常難增加的就是 它是一個目前比較困難的一個指標 好那我們先前你訂了幾個開發方向 第一個是要建立流程相關的文件 包含了句子的語料怎麼整理 句子要怎麼捐獻 那這部分是還在進行中 那我們第二個方向是要定期舉辦活動來招募更多的成員 那目前隔週三會有一個Walk Night 那隔週隔四週會有一個Walk Shop 那這都是進行中的 那我們第三個開發方向是要做一個統計工具 讓你上傳句子的時候它會自動幫你計算字數 然後句數然後涵蓋範圍 就是這些過去要手動計算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由Frient狸貓在這兩個月之中 已經把它建立完成了 所以它現在已經是在Github的機制上 好那大概是像這個樣子一樣 我們只要上傳句子之後 它就會自動跑出這些基本資料 在repo的首頁上 好那他那這個工具目前還會自動幫忙計算說 我們缺了什麼字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 99.75%常用字3593個字裡面 我們缺了這些這些字 那大家就可以用這些字來照樣照句 好的那歡迎大家參與 那參與的方式 參與的可以幫忙的地方有幾個 一個是資料整理 我們需要把來源文本整理好之後 斷成乾淨清楚的句子放入句庫 那第二個是我們的統計工具是 note.js script 可以幫忙來繼續完善這個工具 加上更多的功能 那第三個是我們需要語言學相關的一些基礎的 而一些知識的資源 那包含這個資料庫到底有多好 有多重複有多完整 缺了什麼字詞 那還有我們需要真的實際有人 拿這個資料庫去游泳看 除了就是等一下的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還真的拿去游泳看 拿去訓練一下語言模型試試看 那我們也需要有就是行銷上面協調宣傳 合作事宜的能力 那要怎麼加入這專案呢 就是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到G0V Slack的 Random版RND0N這個版 你只要在上面聊天 你就是開始捐獻功 開始捐獻句子了 那第二個管道是Telegram群組 我們有個Telegram群組 在T點密切線MOZTWCV 這Telegram群組上面就是會有所有的 所有這個專案的相關進度 跟要舉辦的活動 跟目前我們的更新的進度都 我都會在上面就是同步更新 好那這是我們這個簡報更詳細的簡報的連結 大家可以就是直接就是從這個連結去看到更詳細的資訊 好那我們好像忘記了什麼東西 就是Common Voice語音庫 它是它在哪裡呢 它其實是這個繁體中文句庫的下一個階段的 就是相關專案 它是拿這個句子去給大家錄音 然後變成一個語音庫 那它是一個Mozilla的計畫 它目前在蒐集全世界的超過30種語言 那我們前一個我們這個專案所建議的巨庫 現在也已經在蒐集語音中 那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77個小時的台灣的語音 然後有54個小時是已經驗證的 那像我剛剛講 這個專案目前已經在蒐集全世界 30、40種語言 我現在忘記就是明確的語言數 那包含兩岸3D的話就是台灣的中文 然後中國的中文 然後還有香港的廣東話 目前都已經在蒐集了 那我們目前有一個工作的重點 是在協助香港的廣東話的 就是完善它整個的機制這樣子 那也歡迎大家到就是Common Voice .mozilla.org 來錄音捐出你的聲音 那捐出你的句子 捐出你的聲音來協助整個就是 語音跟中文語言的發展 好 謝謝各位 OK 謝謝二人的CC0的語庫的專案分享 那我們接下來是邀請 導導阿學的怡婷跟齊瑋 來分享導導阿學這樣的一個平台 那有 我們就請他們開始 好 好 大家好我們是導導阿學團隊 然後先邀請大家就是用台語念念看 我們這個導導阿學四個字 你會發現有一個導導阿歐的台語寫音 然後其實這個意思它有那個 慢慢學不用急的意思 那到底為什麼我們會取這個名字 主要是因為就是我們這個團隊 主要的主成是像我是實驗教育的老師 然後他是體制內的自學生 然後我們這個團隊會很 就是一直在自主學習裡面耕耘 然後我們很希望說每一個人在學習上 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調跟方式進行學習 那還有歷程的原因 我們到最後會有一個小彩蛋 OK 然後 先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我們這個計畫 就是基於我們的一些願景 我們第一個計畫做的是一個可以共享的 學習資源平台 那這個平台它整合了多元學習資源 然後它開放大家共鞭 最後是我們用教育視角的方式去篩選跟分類資源 OK 那回到最遇源頭 我們到底為什麼想要做這件事情 就是這個問題就是不僅是我們最近一直在思考 也是相信在座各位都一直在想的 就是在這樣子瞬息萬變的一個未來 我們到底需要具備什麼樣的能力 好 然後我們其實有蠻多的討論 那最後我們有一個結論是 我們覺得其中一個能力是自主學習的能力 那自主學習它其實代表的意思是 每一個人他都有權利去選擇自己要學習的目標 方法 然後以及他的節奏 那在這樣子的過程中可以透過就是多元的探索 去找到認識自己跟世界的方法 然後去面對一個快速變化的世界 OK 那回到現實層面的部分 就是我們可以發現現在台灣108克剛吵得很兇 但是他背後其實有一個很棒的理念 是希望大家可以培養自主學習的能力 那另外實驗教育現在其實是蓬勃發展的 所以從這兩個政府的那個方向來看 以及台灣社會的趨勢 可以發現自主學習的需求是不斷提升的 OK 但是有趣的來 就是我們其實在自主學習上常常遇到很多困難 然後大家可能會因為這樣子就放棄學習 那這些是我在現場陪孩子或是我自己自主學習 或是像他在自主學習過程中所遇到的 不知道要學什麼 然後不知道怎麼安排 不知道怎麼找資源等等 所以基於這樣子的一個觀察 我們就以自身需求提出了一個就是願景 就我們很希望可以運用集體智慧的方式 去打造一個沒有天花板的學習環境 然後是一個以自主學習為主的民主社群 那在這個社群裡面大家可以隨時隨地找到同樣同等的資源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希望各領域的資深資淺學習者可以互相學習 OK 然後既然自主學習問題這麼多 我們就想我們到底要先解決哪一個 最後我們討論出我們希望先解決的是找不到合適資源的問題 那因為這個問題如果解決了 我們讓學習資源透明化 其他的問題其實可以慢慢被解決掉 然後那就回到我們最專注的問題 就是資源找不到我要怎麼學習 那這個是我們在教育現場看到的問題 就是不論是老師、學生、家長 其實都會有找不到資源的狀況 那我們目前首要的那個目標族群是 我們想要瞄準就是找不到合適資源的自學生 跟年輕的自學生家長 OK 好 然後我們計劃開始之後 我們就一批人一直在整合各種資源 然後就發現其實大家也知道現在網路上資訊真的非常的多 那到底為什麼這些人找不到 然後我們就做了一些訪談跟問卷 就發現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是就是這些目標族群 他們背後的設計背景差異 或是他們的資料採找能力 會造成他們第一步的困難 那接著他們好不容易克服了 然後到了市面上去找資源 會發現現在市面上的資源太多太雜沒有分類 所以他們不知道怎麼樣辨識說這是不是適合我 然後再來是他們有反應最多的就是資料類型不夠多元 那針對這些的需求 我們目前提了兩個解決的方式 第一個是我們希望可以用教育視角去篩選跟分類資源 那當資源進來之後我們會用 就是目前全世界都在推動的數量導向學習 然後去分說這個有沒有具備 就是認知情義技能這三個面向 那進來之後我們會用大家比較習慣 像學習領域資源類型等等去做分類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希望可以建一個開源的社群 然後大家一起共編 那首先我們會希望可以用一些鼓勵的機制 去讓使用者願意自己來新增資源 然後讓這裡的資源可以更多元 再來是我們會邀請一些有生教育經驗 或各領域的資深學習者 作為我們編輯審核者 然後最後我們的團隊就是我們會主要作為管理者 讓這個網站永續經營 OK 好 然後說了這麼多就是我們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們怎麼樣把這樣的願景化為一個網站 然後我們時間交給七位 那其實在我開始發表之前我想講一下自己的想法 其實我是一個體制內高中生 然後這次參與臨時小學校 我發現很多專案都會很關注教育點子 像前面的教案寫作平台 以及換捷的管家型聊天機器人 其實很多人都會發現教育上面的大小小的困難 可是卻沒有人適合去改變它 那我相信一代G0P參與的各位 其實你們都一定有自己學習過的經驗 你們不是一開始就知道坐在這邊聽我們在這邊講話 然後去學習更多的一些知識 其實在台灣高中生或是甚至更大的大學生 他們不具備這樣的能力 他們需要有一個基礎的東西為他們統整好 然後幫他們把一些東西列表起來 然後培養他們自學的能力 於是我們就做了這樣的一個作品 這是我們到達阿學目前第一版網頁的首頁 那其實可以看到我們就是把一些資源分分別類 然後並且有一個比較直觀的呈現 那另外我們在資源學習方面 在上面可以看到我們有標籤 然後下面有學習列表的資源 目前其實已經有一萬三千多次的訪客 那後面我們有交易相關活動 我們做的其實是串接一個Google行事例 然後可以把行事例上面的所有列表做一個完整的呈現 接下來是場域地圖 其實在我們學習路上會發現 無論是地點活動甚至人還有一些資源 其實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利用到的一些機會 所以我們甚至連場域地圖這件事情都想做起來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核心機制 我們可以每個人可以新增資源 然後讓這些資源可以共享出去 那在這邊可以很榮幸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其實在這段時間一直在試著重構 由於我們第一版的問題其實不小 因為我們只花大概兩個月的時間開發 甚至真正開發不到一個月 那我們在這段時間我們做了一個比較完整的重構 這是我們第二版的首頁 那其實首頁上面有一個更直觀的呈現 不像之前一樣資訊是多且雜的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資源列表 在左邊可以看到我們有一個更完善的篩選機制 然後資源又有一個更直觀的呈現 舉例來說這邊就是我們篩選出 符合語言文學人文社會領域 也是高中階段的所有資源的列表 另外強烈地圖又有一個更直觀的改版 我們這次是直接穿接了Google的API 不像之前一樣是一個坎入地圖的形式 裡面也可以有更詳細的資源介紹 然後在實驗教育這邊其實 很多人很不明顯的時間教育是什麼 其實就是一個學習的方式 你不一定要帶在學校才可以學習 你可以自己去找尋團體 自己找尋班級去跟他們學習 跟他們一起上課 所以我們針對團體有這樣列出分分別類的方式 然後團體裡面可以在另外開設班級 講設班級的設班裡面以及學生人數 那我們最重要的是我們第二版增加的會員機制 我們前面怡婷有提到 我們在會員方面 我們是希望創造一個可以有任與人 共同互相連結的一個社群 那我們第一版的網站 有的是用Wordpress打造的 其實會員功能是相當的不完善 所以我們在第二版要特別這樣子 重構 會員可以新增團體 並且在團體裡面再新增班級 那這樣子我相信可以讓大家有更緊密的連結 也可以參加活動 創建資源 然後有一個通知列表 然後還有這個是審核者 我們前面提到我們是想要有一個資源審核的功能 不要像資訊這樣多且雜並且泛濫的 所以我們有審核者可以有新增以及取消的這樣機制 最後面再交給怡婷 好 然後 來 謝謝 就是我們其實針對第一版 我們簡單做了一個使用者的問卷回饋 然後就是 對 然後因為時間關係我們就先看過去 然後就是目前我們遇到的困難主要是 我們發現大家需求很高 可是搭工幣頻率比較低 所以很積極在建立於我們的跟我們邊社群 然後另一個是我們剛剛有說 我們在重構一個介面 所以需要更多的夥伴加入 OK 所以這是我們下一步的計畫 我們預計二月會重置 然後三月會再把最新版社群 好 然後這是我們需要的夥伴 那最後我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們前陣子做的小短片 然後就是做為我們最後的小收尾 在島島阿學 每個人都是一座擁有豐富資源的島 透過互相互助學習 成為一片獨立又連結的群島 我們是島島阿學 島島阿偶 邀請你共鞭共享學習資源 好 然後這是 micro 島很多 關放大學 好 然後這是我們之前 參加宅教學校最做的一個小 算是統一問答的方式 那當然slido上面已經蠻多的問題 所以已經報告過分享過的團隊 請你看一下slido的問題 OK 樓上在彩排下一個場次 來來來 先請先請 那我們就把時間給提供給幸福存哲 好 大家早安 好 我是三峽小草書副校長 我姓阮 阮家蓁 那剛才伊萨貝爾說她有三個關鍵字 那我也有三個關鍵字 那我的關鍵字第一個是教育工作者 第二個 阮晶天是我的好朋友 因為我每次要跟人家介紹哪一個阮 我就把阮晶天搬出來 那第三個 我現在有52個孩子 對 因為書裡面的孩子們都叫我真媽 對 所以這個部分三個關鍵字應該可以吧 好 謝謝 好 那我覺得今天其實蠻開心也很榮幸 那事實上我們在今年2月份的時候 其實也在跟 也藉由BASS的部分 我們在三峽相遇了 那在三峽的部分 我們跟BASS這邊有談到一些在書屋裡面 我們也想要做的事情 跟我們想要做的願景 那我覺得有願就有利益 對 就是這件事情 事實上在書屋裡面我們已經行之有年 大概已經三四年的時間 我們一直希望說 這些孩子在藉由他 就像剛才羅執行長所提到的 他不需要 不要讓他們有不饒而禍的概念 而是很多事情他必須要自己親生親做 然後才能夠獲得一些報酬 好 所以這件事情是幸福存者的部分 在三峽小早書屋我們一直在做 只是之前我們在做的時候 其實遇到蠻大的困難 那大家看到三峽小早書屋 事實上我們服務的對象 是在三峽地區高關懷跟高風險的孩子 那這些孩子他事實上他的家庭背景 他可能是單親或者是外配 甚至於他可能有一些隔代教養 甚至於有父母親 他可能是監獄的受刑人 那本身他的家庭資源就不是那麼的富裕 那我們透過學校的輔導室轉介 或是社福系統把孩子轉介到書屋裡面來 那孩子們可以完全不用負擔任何的費用 在書屋裡面他可以有客服的課程 還有我們從每一個禮拜一到禮拜六 我們安排不同的課程來陪伴這些孩子 那事實上我們從2006年開始 就一路陪著這些孩子 所以目前我們服務的學校已經有11所 那我們超過的學生大概有150幾個孩子 就是每一年這樣子服務的對象 好 那事實上大家看到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我們最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幸福存者的概念就用紙本 所以每個孩子手上就有一張像這樣子的幸福存者 那大家可以看到一個皺層這個樣子 甚至於說他就是他每次完成一件事情的時候 然後來找老師們蓋章 那個章有的時候孩子洗個手再去拿 然後那個章可能就花掉了 甚至於他有時候摺一摺放在書包裡面 就不見了 對 所以事實上當這樣子的紙本 我們當時在施行的時候 我們一直發現他不好保存 對 孩子們收一收就不見了 或者是他真的很容易夾在他的考試券 或者是夾在哪邊 不見了 那每次要重新再來 孩子就會覺得 那我以前那麼辛苦 就沒有了 對 或者是他錯失時機 當我們每次要統整他的一些他的獎勵 我們要給他獎勵的時候 他不見的時候 當下就沒辦法 對 所以事實上這些問題 就一直在我們腦子裡面 我們一直在思考 我們用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讓孩子們這一些 這麼辛苦所做的事情 把它整合起來 所以我覺得在今年的部分 我們就開始 這個真的是台美雙方 對 就是我們真的透過那個時差 我們克服了時差的部分 那我們做了很多就是克服了一些問題 那我覺得也很感謝John 這個設計師John 他在美國 那甚至還有另外一個工程是Justin Justin為了要了解書做什麼 他還來當志工 對 然後還有Jabin 對 這幾場都陪著我們 一起來做努力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這就是孩子們的笑臉 對 當我們把它發展出 他不需要紙本 可是他可以透過老師們 手機上面的APP 那他在做寫功課的時候 或是說當他完成了一件事情 他看到老師們幫他 把他的點數直接加上來的時候 那這個就是孩子們非常高興 非常興奮的表情 那事實上這個部分也會應用到 就是說在書裡面 其實我們最常發生的 就是孩子他可以運用點數 可能來換取他的小零食 對 或是他的小文具 所以常常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老師們他所用的那個APP 就是手機的APP的部分 就可以直接運用上來 所以我們現在都很酷 我們手機裡面一拿出來 孩子們就知道 好好看來啊 好 那事實上在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除了讓孩子們 可以去用累積點數的部分之外 我們也在做任務的編排 對 所以在我們後端的部分 我們老師可以針對 我們給孩子們一些任務 去幫他做一些任務編排 那甚至於給點數的部分 那我就有像 我在這邊我想跟大家分享 你們看到的最右邊的最下方 有一個叫做人品大爆發 好 這個人品大爆發的部分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是前一陣子 我們書屋有一個孩子 因為我們長期 書屋有一個活動叫做 小草股份有限公司 那是由孩子們組成的 他們的工作是修復書屋裡面 所有壞掉的東西 那這些孩子 我們長期跟社區資源配合 所以有一些在地的水電師傅 或者是木工師傅 他會來當志工 所以我們的孩子會被訓練到 他可以去修 書屋裡面壞掉的 那有一天孩子們玩史萊姆 就把水槽塞住了 所以我們的水槽就整個砰 爆開 然後我們孩子就這個 小草股份有限公司的總經理 就自告奮勇拿著工具 就去把水管 這個U型的水管 這個拆解弄好 然後做完了之後 他就獲得的人品大爆發 20點 所以對他來講 事實上他可以回饋給書屋 相對他也可以獲得他正向的東西 那對他來講 他其實他的自己的自信度是提升的蠻大的 好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覺得在後續的部分 因為我們後續還有很多的規劃 除了書屋的運用之外 我們也希望藉由孩子也可以來跟我們做一些互動 他也可以提出來他的想法 甚至於我們也希望讓這一套系統 可以發展到其他更多的社福單位 包括我們的好朋友 還有逆轉聯盟 那甚至於我們也希望讓孩子們去看到 他自己本身有這樣子的點數 他可不可以來幫助其他的孩子 上個禮拜在台東有一個社福團體提出 他們希望幫孩子目擊200支的原子筆 那當我們發現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跟孩子們來討論 這件事情你們可不可以做到 所以孩子們就開始會運用他自己本身的點數提出來 然後他願意去來幫助台東的這個社福團體的孩子 目擊到200支的原子筆 那這後續的部分就由賈斌來跟大家分享 他們幕後辛酸的工作血淚史 大家好 我是賈斌 那我們現在這一個程式 已經可以在Google的Store 跟蘋果的App Store上面 可以下載跟使用 那現在的話 我們可以先用這個測試用的帳號跟密碼 就是Demo跟Password去可以進行測試這樣子 那就像前面說的 我們希望這個回饋會是一個 讓孩子們可以有 就是不要用不勞而貨的方式取得回饋 那我們得到的資源也可以有更好的應用 以及就形成一個正向的循環 那8月以來呢 我們已經完成了網頁版本的建制 還有就是移動操作的最佳化 以及就是新的一些任務的功能 然後這是我們現在後台可以看到的一些新 就是網頁版本的畫面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還是要強調一下 我們這次使用的系統仍然是比較低成本的 那這個目的就是為了希望可以讓這個計畫可以走得越長久 是越好的 那我們認為低成本是一個計畫走得長久非常重要的點 那我們現在每個月的成本大概是100元 如果我們希望可以擴展到300組的 就是300個社福團體一起使用的時候 大概我們的每月成本大概也會是300左右這樣子 跟著我們如果100個社福團體的話 我們大概300元每個月的成本 那希望那個時候大家能一起幫忙出個3塊錢 那我們這個計畫就可以繼續走長久 那也希望未來會可以繼續過我們小草書屋 跟台灣城鄉永續關懷協會 跟更多的社福團體一起合作 然後希望可以大家一起支持 以及一起使用這個系統 好 那我們是幸福存哲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幸福存哲團隊 那我是不是邀請剛才小學校 每一個專案團隊的成員到台上來 那我們來進行slido QA的處理 請大家可以自在地站在台上 因為我們人數比較多 我們就 來 校長 我們可以到前面 那我們可以面對觀眾 然後 我來 因為其實目前slido上面的題目 也有蠻針對不同的專案 那我來主持一下 請專案參與者我們回答一下 就由你那邊整合的回答 首先我這邊有看到比較多 然後我詢問到CodeTeach 那CodeTeach團隊 來 這邊也有可以看 好 我口頭上稍微念一下 然後大家也可以想一下 大概有兩位朋友 其實有三位朋友提問說 有預計如何處理上傳文件格式跑掉的 例如說我上傳有Word檔 那會不會有格式跑掉 還有一個問題是針對 在偏鄉地區的教室學習上 有沒有針對這樣的學習的情境上 有沒有特別去針對像原住民文化 或語言的教學等等 那還有一個部分 Hashtag怎麼使用 以上三個我想就統一由你們來回應一下 我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格式的部分 是會用線上編輯的方式 就是不是上傳檔案 所以格式就不會再有跑掉的問題 而且現在最新版應該不太可能會有格式跑掉的問題 你如果說格式跑掉 那通常是使用舊版 就要副檔名是Document 不是DocumentX DocumentX的話 應該就不太容易發生格式跑掉的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有我們的第二個問題 偏鄉的部分 偏鄉的部分 偏鄉的那個問題是說 有沒有詢問過偏鄉地區的教室 沒有 我們目前 就是我們前一陣子有做一些使用者訪談的問卷 然後填達的狀況沒有很多 但是其實我們很需要各個不同背景的老師來提供意見 然後所以如果有相關的老師的資源或是想法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提供給我們 然後我們又要持續來找社群 謝謝 我想要再補充一下這個問題 其實是這樣的 就是我們網站後來決定說要加入 就是素材包的這樣的一個功能 所以我不確定這個問題是不是想要 這個問題是不是想要討論 就是說關於這個特性上面 素材上面的一個問題 因為它跟教案是兩回事的 對對對 那教案的話當然是大家都可以來寫 不是說針對體制內才可以寫的 那體制外當然是可以 那如果你是問素材包的部分 那就是必須要去搜尋這個比較特定的素材這樣子 對 那當然是可以可以的 好 那第三個 這個code teach下方那些 hashtag 因為是這樣的 現在這個網站是demo的網站 就是它現在其實主要實際的功能 就只有搜尋bar的功能而已 那搜尋bar裡面它的資料 其實是目前我們用爬從網站 去各大教案資源網站上面爬下來的 所以它其實那個hashtag 就是照理講 其實是要我們自己去下滾 自己去用機器學習 然後去做關鍵字分析 然後做出來的結果 但是因為那個就是技術面的問題 所以還沒有成功做到 所以那其實就是個demo這樣子 對 謝謝 謝謝 那我們現在來 針對CCA 你這邊有一個提案 這個問題其實它的背景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我們在香港 已經有在蒐集句子跟語音 那已經有 今年已經有滿成功的結果 也有大概50個小時的句子跟語音 那就有一些人在request 就是這兩個禮拜有人在request 說要新增廣東話的資料集 給就是香港以外的人 給香港跟香港以外的人 可以就是比較general的錄音 不會說只限定在香港廣東話之上 那它真正的核心問題是 我們需不需要有 廣東話for香港 廣東話for廣西 廣東話for廣東 或者是需不需要有國語for台灣 或者是普通話 像是北京普通話台灣國語之類 要不要需不需要分開來 那其實根據每個地區的文化 跟語法跟用字前詞的一些特性來說 就是我們在台灣講國語跟在北京講普通話 雖然它是一個可以互相溝通的語言 那其實它的句法是會稍微有點不同的 它的平常的用詞會稍微有點不同的 所以切得越細 它就可以收集到越本地的 的insight跟越本地的就是語音 越本地的使用的習慣 那如果有很多個資料庫 切得很細的資料庫 要把它合在一起是很簡單的 就放在一起就好了 那如果是一開始就是混在一起收集的 那你要再把它切開來就很困難了 我們就必須要人工去一個一個去篩選出來的 對 好那客語或台語的計畫 這個也是一個 我們一直想 我們一直想像 就是大家一直想要 然後就是我也很希望就是有一些原住民語的 就是語音收集 或者是句子的收集 那基本上有兩個門檻 第一個是必須要有5000個句子 這是Mozilla所設定的一個啟動專案的門檻 那像我剛剛講的 句子必須要是沒有版權限制的句子 那這是第一個門檻 第二個門檻是我不會講客語 我也不會講原住民語 那我也不會寫台語 所以我們需要那個語言的 就是有那個語言的使用能力的人來執行 對 其實就是這兩個門檻 有這兩個 有個人力 然後開始幫忙收集句子 我們就可以來協助 就在系統上去把它啟動起來這樣子 這個問題其實 我覺得就是也是我現在的挑戰 就是因為我接下來是時間教育學生 所以我就不會進大老師學校裡面 那有一個故事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今年9月我參加第一場 就是跟智學生有關的活動 然後我遇到一個也是在寫全版的人 那他是在寫智學生的全版 所以我們兩個就是醫療就合了 所以我們決定就是 就是我會寫層端的LineBot 然後他會寫後端的AI跟NLP那邊的東西 那就是在接下來幾個月 我們會做技能互補 那兩個專案做 除了這兩個專案之外 我們目前還有在做智學生的SSO 單一登入系統 跟智學生的全國性的申請系統 那就是我們會連著這樣所有的專案 一起去找國教書 談這件事情 那智小國教書談之前 我們也會找我們幾間認識的學校 進行就是 就是 單一學校的測試這樣子 我先回答 島島大學有其他相關的教育科技工具嗎 其實左邊那一位 那一組教育工作平台 其實就是教育科技了 應該說教育科技這種事情 是一個很廣泛的討論 我們據我們所知 其實相關兩位做的 包含有台灣有一個自學2.0 甚至是一個FB社群 叫再加自學社團 那其實這些都是教育科技的一個體現 所以它其實是不限於一個網站一個方法 它是一個很廣泛的討論 對 然後剛剛有人問說 就是我們怎麼樣思考自學困境 然後剛剛其實我們列了四個 那個四個其實是 因為我現在本身在國外念一個 就是學生教育的大學 我自己現在也算自學版的研究生 然後我自己也帶過很多自學生 所以他們其實 你把就是它想像成 如果你的人生沒有人 告訴你一定要做什麼 那首先一定會遇到的是 那我到底要幹嘛 然後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麼 再來就是 可能好不容易找到目標之後 他可能就會想說 那我怎麼安排我的進度 沒有人幫我安排 然後再來就是 好不容易安排進度之後 找不到資源 那就是目前島島島阿學想做的 那最後是好不容易寫完自學計畫 會發現天哪 人生好難自律 我怎麼樣執行 對 真的很難 我自己也覺得很困難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就是我們目前觀察到的困境 那這個其實後面需要很多的資源 不論是人力等等的 所以我們本來有想說 我們在島島阿學上面 可以安排一些引導者的角色 讓大家可以度過自學的難關 OK 謝謝大家 好 那上面的問題其實是會說 孩子們會不會只為了點數而做 那事實上在我們的工作任務裡面 就是他平常在書屋裡面 他必須要完成的事項 比如說寫功課 比如說打掃 比如說他在他的一個 比如說他月考的成績等等的部分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basic 在他routine的工作範圍裡面 那不會因為我們他想要得到點數 然後就只是為了點數而去做這件事情 那除非真的是有一些比較特殊的任務 那事實上我覺得在教育的環境裡面 我們的事實上講成並行是很重要的 對 給孩子這樣子的鼓勵 事實上在我們的老師們 在這個app的機制裡面 我們也可以做到 就是當他哪一件行為舉止 他的狀況不是那麼的完整的時候 他的點數同時之間也可以被收回來的 對 所以像這樣的一個 我覺得還蠻活性的一個app的部分 事實上不太會影響到孩子的價值觀的判斷 謝謝 好 那我想時間先到這邊先結束 那我們還是掌聲鼓勵 謝謝以上六位的團隊的分享 謝謝 谢谢大家